五 四 三 二 一 好不確定的答案 答案是 第一名是我 拿來的沒有合體 你們是講好 不是我想說兩瓶 我們沒有講好 要不然我們讓我拿布臉 把三個人都布臉 潘老師這個綠豆粉跟高麗菜 把它打在一起敷臉 其實有效果嗎 但一般來講維生素C 是都會有一些美白的效果 對 那當然它也有一些 簡單的一些其他的維生素 像維生素A 對皮膚也不錯 對 然後再加上它 本身又含有水分 對 對啊 所以當然保濕也是很重要 因為綠豆粉吸了水 放在臉上 也會有保濕的作用 那黃豆粉可以嗎 一樣啊 一樣啊 綠豆粉 黃豆粉都有 不過黃豆沒有維生素C 只有綠豆 綠豆粉有一些也不多 而且我們像這樣製作面膜 不要認為說是浪費 因為有時候你高麗菜買回來 外面那幾頁不是就是 不用的 把它打一打 跟它跟這個綠豆粉 拌才可以做面膜 這樣既有環保 DIY 而且又省錢 對 好 加油啊 現在目前還是憑什麼 你剩下兩集 怎麼會這樣 來 買完的現菜要怎麼處理 才可以延長鮮度 請可蘭示範做法 好 現在要怎麼處理才可以保持 它的鮮度呢 問我就對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家裡都是有做菜的 首先呢 先把我們的菜回來把它攤開 然後稍微把它風乾一下之後呢 就用我的白報紙 把它包起來 這樣呢它就可以就是 預防它的水分流失 然後它也可以在我們冰箱裡面 維持比較久的深度 好 就這樣 用白報紙包起來 盡量讓它不要受潮 是的 這是做法A 你機會示範做法B 好 買回來的現菜要怎麼做 可以保持新鮮呢 就是我的方法呢 是把我們的現菜打開 然後把我們的現菜呢 上面的水分把它擦乾 因為這樣擦乾呢 現菜才不會爛掉嘛 擦乾之後呢 放到我們的保鮮袋裡面去 哦 醬就乾了 然後冰到我們的冰箱裡面 就可以保持新鮮囉 白報紙或是塑膠袋 好難喔 對 我要贏 選哪一個呢 請舉牌 哦 欸 確定喔 答案是 記得要用白報紙包起來喔 好啊 我要往後走的不行 欸 終於 任何的葉菜類喔 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葉子跟葉子 至於首先是不要 盡量不要疊在一起 要分開 因為疊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它比較容易 因為疊在一起的 它會受潮 受潮的時候會容易爛掉 所以為什麼剛剛可蘭第一個示範 先把它先攤開 先鬆開 那至於白報紙包起來 實際上它不要受潮 那你如果說 因為其實你不要認為說 植物買回來 它已經就死掉了 事實上它還是在呼吸 你如果用塑膠袋包起來 整個密閉起來的話 它裡面就開始受潮 開始爛掉了 那你如果說 延長它的壽命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白報紙包起來的同時 葉子跟筋的部分 千萬不要碰到水 可是根的部分 你可以用餐巾紙 稍微弄一點點水 擠乾之後 把它根包起來 讓它保濕 可是不是保濕在葉子上 而是保濕在根部上 這樣就了解了吧 了解 看樣子人好 我們今天 人更好 這個不是很樂觀啦 你為什麼每次要唱說我 我要贏 因為再來這題太簡單了 蛤 對啊 你們應該都答對了 真的嗎 來 最後一題 現餐應該怎麼煮 才可以吃到較多的營養 首先呢 我現在已經把我的小魚乾下去煮 那煮得快好了的時候呢 就可以將我們的 現菜放下去 做成現菜小魚乾湯 小魚乾裡面有很多的鈣質 那我的現菜裡面也有滿滿的鈣 鈣上加鈣當然是最營養的囉 現菜要怎麼吃才能營養呢 當然我的方法就是把現菜打成現菜汁 因為呢 現在其實現代人啊 都講求生肌飲食 對 所以呢 我就是用最原本的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 直接把現菜打成現菜汁 喝到肚子裡面 就會喝到它全部的營養了 答案是 答案是 答案是大家要蓋上加鈣囉 有必要吧 我還不是輸 這不是我討厭那臉 那臉很討厭耶 這麼簡單的問題 對不對 就輸在第三題 對不對 派老師 蓋上加鈣 覺得現菜小魚乾現菜湯 絕對是沒有問題 那生肌飲食的這個打現菜汁為什麼不行 他也沒有說什麼不行 因為你這一題是 主要是什麼東西的營養更好嘛 對 那當然這蓋上加鈣當然是更好啦 不過但是我們是不太主張生吃啦 因為有時候生吃 有些腸胃不好的人還是不舒服 對 還是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盡量還是 按照我們傳統習俗 汆燙一下比較好 對 我也不是說要把它煮得很爛 汆燙一下 對 這個有很大的好處 是時候了 給大家請可蘭宣布一下 這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這個階段的積分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玉琴姐呢是三分 然後哥呢是兩分 那我們的柏妤呢是三分 所以然後哥要喝我們的 現菜老漿 恭喜你 恭喜你 我已經連 如果要這樣玩的話 剛剛那把打拚我還是沒有贏 你已經有進步 我是臨勝六敗 你已經有進步 你以前不是叫做PK 叫KO 對 你現在已經進步這麼多 在最後一個關卡才輸掉 下次來我告訴你你一定會得到 一定 吃得到 你剛剛講話很壞耶 詛咒 我可不可以拿一集 這沒有 沒有 好濃 馬上再看你一集的感覺 好的 謝謝 麻煩你 哇賽 鳳茶 讓我來為您奉上 耶 仁豪哥請 恭喜你 很香 好綠喔 Oh my God 好香 好像母鴨 好險我已經沒有在 要不然會 真的會害死對不對 真的會 好啦就一口乾了 乾了啦 又乾 好啦好啦 我跟他傻傻 我又喝進去 我又乾 你們大家都拚兩口 好啦 祝你生產順利 謝謝 你的心力恨風 謝謝 下次再贏 下次贏 下次贏 謝謝潘老師 什麼味道啊 哇 沒有味道 都是薑的味道 而且我每次上節目 都會被逼害 你知道嗎 薑好啊 不是薑啊 就是蒜啊 對 排毒 排毒 好啦 就在仁豪享受 這一杯精力恨的同時咧 我們也要健康上菜 今天做的是 這個番茄雞蛋麵 哇 哇 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 高麗菜番茄雞蛋麵 哇 好香喔 太棒了 這個對孕婦來講是最好的 高麗菜番茄雞蛋麵 哇 感覺真的好營養 那它的做法其實 它其實就是義大利的 但是我們今天用中式的 手工拉麵來做 哎呀 這是我最喜歡的 哇 好香喔 這個可以在便當 有人在餓碗了 因為吃不到 把火關掉 把一個蛋黃放進來 我不要 那個蛋 弄破之後咧 把它拌進來 哇 哇 好棒喔 天啊 天啊 好好吃 這麵也太吃了吧 吃完再講 你們邊吃邊講那個 讓我感覺更不好 Q彈殆盡 讓你一口接一口的 高麗菜番茄麵 沒學到可是會遺憾中生囉